结构完整 掩墙厚实的墙台 山陀尔强势来袭 虽然还没登陆 但是已经陆续引发灾情 尤其备受关注的诡决路径 更是引发各国关注 精华城岸再爆金流内幕 案情拼图如今越来越完整 而北检原本预计 今天五度提讯柯文哲 不料柯文哲却拒绝出庭应讯 法界人士深入解读罕见动作 更多精彩内容 请锁定今晚自由报新闻 欢迎收看自由报新闻 您好 我是陈宜君 每周一到周五 锁定自由追线频道 带您关心当天焦点话题 来看到直扑南台湾而来的 强烈台风山陀尔 今天下午开始北转移动了 不过移动的速度 还是相当的缓慢 每小时大约只有前进6到8公里 另外透过雷达回波图 也可以看出 山陀尔的结构是很完整 台风眼相当的明显 外围的眼墙也很厚实 因此明天登陆带来的冲击 是不容小觑 中央气象署今天也特别提醒 由于台风将在没有地形 稍弱的情况下直倒南部 因此可能出现16到17级的 致灾性强阵风 来看稍早的气象署预报资讯 目前它的波风圈 正笼罩着我们的南部的陆地 跟台东这些地方 路上潜界的区域范围 包含了江华以南地区 南投地区跟花东地区 还有澎湖这些地点 不过我们要特别注意一件事情 使得台风逐渐向北 转北北东的方向 在接近我们这个构成当中 它的速度上面 现在还是一个非常大的不确定性 另外在它登陆我们 西南部沿海陆地的时候 是不是还有可能在偏北 或偏南一点点 这都是我们在持续密切观察的 虽然气象署表示 秋台山陀儿的路径 还有很多变数 但是面对来势汹汹的山陀儿 西南部地区这一次 必须要特别当心了 粉砖台南市就指出 过去从来没有墙台 是从台湾的西半部登陆 这次山陀儿带来的威胁 可能更剩1977年 从高雄登陆的中台赛洛马 气象粉砖也提醒 明天台风中心接近的时候 南高平等四个地区 将会出现具有生命威胁性的暴风 呼吁民众务必待在室内 紧闭门窗 另外也有专家指出 台风如果到时候 是从西部一路北上 那将会是最危险的路线 甚至后续可能引发少见的风暴潮 至于护国神山中央山脉 这次有没有机会发挥防御力呢 气象粉砖台风论坛 就认为可能有两种结果 前气象局长郑明点 则是认为山陀儿索德曼 可能会引发共犯效应 不过目前看起来也有好消息 那就是台风持续卷入干空气 加上受到中央山脉的阻碍 强度会有所影响 至于这次山陀儿的登台路径 各国的预测结果是出现了分歧 其中日本的其中一个预测结果 是认为山陀儿将走S型路径 在东部的外海大回转 二度席台 不过稍早 日本最新的预报路径 又出现改版了 认为山陀儿登陆之后 将不会横贯台湾 而是将会一路横扫西半部 最后在北台湾出海 最后要看到 从中央到各县市 面对步步进逼的山陀儿 是严正一带 总统赖清德今早作证灾害 应变中心时 就做出三点指示 包括应该事先做好 防灾跟避灾的工作 以及将要全力协助 地方政府因应灾情 另外他也呼吁要随时 掌握灾情的动态 来看内清德稍早的谈话 可以看得出来 大家都全心全力的 因应这次台风的来临 有建议山陀儿台风 已经转变为强度台风 不管是风势雨量 浪高长高 势必都会带来灾难性的伤害 尤其这一次山陀儿台风的路径 相对罕见 由南部进来 由东部出去 因此我们特别要提高警戒 那么今天有些民众认为 还感觉不到太明显的风雨 但是山陀儿的威力 其实已经带来了不少灾情 像是菲律宾北部 就因为受到重创 有上千人因此流离失所 另外看到在东部海域 又一艘外籍的矿沙船 因为风浪太大 导致机舱进水倾斜 导致只能弃船 索性最后所有的船员 都顺利获救 而在花莲也传出有登山的民众 因为遇到溪水暴涨 困在深山中 救援队也在今天顺利救出所有民众 至于跟民众息息相关的 食衣住行部分 除了台铁停驶 让花莲成为孤岛 国内外的航班 也有许多班次因此取烧 另外在超市的部分 则是出现货架被一扫而空的场景 而在菜价的部分 则是创下五年的新高 尤其像是高丽菜一斤更是要价破百 青江菜一公斤更是来到160元 那么在全国上下都在忙着防灾的同时 民进党今天就召开记者会 批评蓝白两党 竟然在这个时候阻挡中央总预算 因为当中就包含了 攸关救灾跟防灾的治水预算 数字是高达了234亿元 全台湾大家都要一起来防灾 做好防台准备 但是在此时此刻 民进党团也要非常严肃的 向蓝白的立委再次呼吁 你们挡下来的中央政府总预算案 连同前瞻建设的预算 当中攸关救灾防灾 攸关全台湾各地的治水预算 就有这么多 希望台风天让蓝白的政党 好好去反思 你们要继续党预算吗 政坛焦点来关心 针对金华城案 北检间第五度提讯柯文哲 要厘清案情 不料上午发警前往看守所时 柯文哲竟然表示不愿出庭 而检察官评估柯文哲的身心状况之后 决定择日再行提讯 不过在中午过后 柯文哲的两名委任律师 是突然现身北检 入庭约半个小时就快闪离去 面对现场媒体的追问 两人是都不愿意多谈 那么很多人就好奇 柯文哲是真的身体出问题 还是在闹脾气跟出怪招呢 对此民众党就回应 并不清楚实际的状况 也有资深检察官透露 像柯文哲这样拒绝出庭的情况 其实是前所未见的 至于前台北市长郝龙斌 则是大酸个人造业个人单 要柯文哲不要想要推卸责任 在法界人士方面 律师黄定颖则是认为 这可能代表柯文哲自知大事已去 因为心虚而拒绝出庭 律师陈军伟则分析 柯文哲这么做有两种可能 其中一个就是想要 以精神状况不好为由 拒绝出庭应讯 甚至是要求停止侦查 另一方面周刊间也再报新的内幕 包括传出先前搜出的USB当中 竟然在金流往来中 也出现高宏安和赖湘林等人 另外也透露YouTube频道 民众之声的数百万斗内 竟然都流入了木可的账户中 而对于相关的爆料 赖湘林也坦承 民众党的确曾经拨款 110万的选举经费给他 但是他都有依法申报 同时也强调自己跟威京集团 没有任何的接触 至于小草斗内流入木可的传闻 发言人吴宜轩则是回场 合法收受政治献金 却要被抹黑 要周刊不要再写科幻小说 最后政治评论员吴静怡则是痛皮 种种的证据都显示 省信金根本是假献金真行贿 整个党都变成了 柯文哲的犯罪工具 那么就在金华城案的拼图 越来越完整的同时 民众党内也持续爆出新的争议 其中党团总赵黄国昌 昨天才信誓淡淡的说 自己不认识马志薇 也强调小草传媒 跟民众党毫无关系 不过今天就立刻惨遭 议员秀除的影片打脸 最新卷入金华城争议的 还有民众党智库学者孙凤群 因为根据了解 柯文哲曾经用政治现金支出 一笔12万元的人事费给孙凤群 警方也特别约谈孙凤群要厘清 这笔钱是不是跟金华城案有关 对此网红四茶矛就进一步po出资料 大三民众党的人常常这边领一下 那边又领一下 但是面对质疑永远不会回答 那么面对柯文哲之后 恐怕凶多吉少 前立委沈富雄也大胆的预言 黄国昌2026恐怕不会参选了 原因是民众党已经没有必要 帮柯文哲2028铺路 最后要看到是在立法院的部分 民众党是再度提案卡中央预算 同时蓝白也持续针对考试院人士 以及电价议题进行杯葛 对此立委庄瑞雄就痛批 这种恶意党预算的行为 根本是借机泄恨 乌四耀也呼吁蓝白两党 不要再为反而反 这种治水的预算 你们真的认为是不合理吗 护理能力的提升 你们认为是不合理吗 荒唐啊 那就赶快变预算了 那就赶快来审啊 赶快审啊 赶快审啊 不是嘛 那你们你就登记发言嘛 你就登记发言嘛 两岸焦点来看到 日前宣布加入中国经济公司 一星娱乐的台湾金马影帝吴康仁 在10月1号中国国庆这一天 在微博准时公开转发国庆祝贺文 并且写下祝福锦绣中华六个字 不过在联署上面 吴康仁就提到自己将不再是一个人 而这番话也引起网友的热议 PTT创办人杜一锦就解读 这是在传达一个讯息 那就是日后吴康仁的脸书 都会交给一星娱乐来经营 政治评论人张艺善则是讽刺的说 吴康仁在台剧斯卡罗里面 因为角色需要被迫当狗 但是这一次 他是真的自愿当这个角色了 有趣的是 当吴康仁准时po出 十一国庆的祝贺文 有很多的中国网友 其实并不买单 有中国网友就认为 竟然连祖国两个字都不肯说 批评他想要赚钱 但是却又不想跪下 甚至还有人要求 他也必须在脸书上面表态 那么其实回顾近年来 有许多台湾的艺人西晋捞金 每到10月1号 也都会准时的发文祝贺中国国庆 有网友就盘点 去年总共有27名台湾艺人表态 包含了林志玲、汪东成等人 今年则是有王心灵、欧阳弟弟等 七位台湾艺人表态来祝贺中国 对此台湾网友就大善 这些艺人难道现在都只庆祝 中国国庆不庆祝台湾国庆了吗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自由报新闻 如果您对今天的议题 有什么不一样的想法 欢迎在底下留言和我们分享 也不要忘记帮我们按赞订阅 开启小铃铛 锁定更多焦点话题 我们下次再会